不少华人民众生活在美国 却是不清楚美国法律的规范 也因此吃上许多不必要的官司 东京新闻是特地制作了 邓宏说法的单元 要来为华人解答在法律上的疑问 而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就是 青少年在美国的合法权利 现在就帮现场交给王向林 谢谢主播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知法 守法 具体力争 欢迎大家来到邓宏说法时间 我们这几天都谈了青少年的问题 那今天当然还要再请邓律师 来跟我们做一个最完整的总结 关于青少年的这个 有关于这法律的一些教育的问题 那当然我首先要跟邓律师 去理清一点观念 就是所谓叫 带什么叫未成年 那在这些年纪的时候 父母亲对未成年 这青少年的责任到底有哪一些 对 青少年美国人定义 一般是18岁为准 当然的话有一些好像是 喝酒的话他是21岁 不过来说在法律的定义的话 18岁你可以自己签合约 小孩子的话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他可以当成成人的 他可以当兵 他可以的话 自治承担所有的责任 美国的家庭的话 一般满了18岁的话 就将小孩子踢出门外里面去 You on your own 你自己自生自活的吧 这样子的 当然的话 作为未成年的话 家长的话 一单只要教育他 要给他一个环境 给他吃的 住的 还有提供他教育的 因为你家长的话 这方面的话没有提供的话 就疏忽责任 家长的话会被指控 说你在虐待小孩子 或者是疏忽照顾小孩子 所以大家都很清楚 自己要做什么的 就不会误会了 对 好 那下一个 华元父母常常有这个观念 这个小孩子不打不成器 对 要打 甚至于这个骂他 很严厉的骂他 这个在美国是不是都算提罚 那提罚是 它是没有一个规范 还是说完全都不能做 对 英文的话叫corporate punishment corporate punishment的话 并不是违法的 但是的话 就程度而已 是什么样子才算合理 当然的话 小孩子的话 犯错了 这个不听话 你可以适当地提罚他 OK 打的时候好像的话 你不能打他头 打屁股的话 也有讲究 你不能够打得太伤 让他受伤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不用提罚 要用理论的方法 来跟他谈 小孩子 在美国的小孩子里面 长大之后 他觉得的话 为什么我生长在 中国人的家庭里面 很悲哀 都要听父母的 没有一点自由 没有一点space 他们要谈的是space的 他们谈的是 我自己的朋友 如果你父母的话 不给他这个空间里面的话 他会跟你闹 所以这种情况下 离家出走啊 或者是交上坏的朋友 干脆不理你的话 会变得更坏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越打他 他可能会反弹 反效果 所以最重要的话 坐下来谈 跟他理论一番 所以很多时候 沟通很重要 我们父母的话 往往是忙于工作 忙于赚钱 往往的疏忽的话 最大的投资 就是自己的小孩子 我们没有照顾了 自己的小孩子的成长 是的 那我们再讲另外一国 你就是如果小孩子犯错 被抓进去了 被警察拘留或怎么样 这个小朋友应该也有 所谓的这个保释 对不对 那他们要怎么做 对 一般的话 像刑事案子不一样 如果小孩子犯错之后 成人的话 你可以交保 交间外执行 在小孩子的法庭 青少年法庭里面的话 他不会给你保释 他基本上要么 他知道小孩子不赚钱 所以他钱也是家长的 要法制罚小孩子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他可以认为你学校 因为将你关去 还会影响你的学业 或者是他的出犯 或者是没有其他的犯罪行为的话 他可以让你出来 另外不用保释 就让你出来 第二种情形的话 发现那小孩子不听管教 他就干脆的话 在后审阶段的话 不让你保释 就让你在关在青少年 监管所来候审 等你在里面的话 有让你上学的 有辅导员在那边 这样子的话 因为家长管不了他 倒不用用辅导员来管你 这比较好一些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不要急着要找保释 保释的话 在青少年法庭是不存在的 好 那您讲了说既然不存在 那在青少年法庭里面 那如果小朋友犯错的话 那到底会怎么样来 对小孩子做惩罚 甚至于去整个做判刑 一般的情况之下里面 美国对师祖小孩子的话 他都给你一个所谓的 free pass 给你一切机会 但是的话 他最终要让小孩子知道 自己错的行为 已经错了 不能再犯了 他基本上 他很强调在rehab 重新做人 这个program 所以基本上的话 如果你是出犯的话 他可能的话 要你去做义工 第二种的话 所谓的home on probation 让家长监管你 同时的话配给一个 所谓的probation officer 假使官 来写作父母 来帮你 要确定一下 他这样上学 他没有跟坏朋友在一起 没有吸毒 没有喝酒 这种情形发生 另外一种的话 如果是小孩子 已经情形很严重 累犯了 参加帮派了 这种情况下 他可以用硬的手法 将小孩子 关到所谓的camp 集中营里面去 以后或者是 送到了CYA 在加州里面 有个CYA California Use Authority 青少年的监狱里面去 让你在那边的话 关起来 当然小孩子 青少年犯罪的话 他们都会 不管犯多少重的罪的话 他们都有可能的话 满了25岁以后的话 都可能放出来的 因为他的制度就是说 小孩子的犯错的话 是可能他判断能力有错 还没有成熟 所以他们没有犯罪 很强硬的犯罪意图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青少年犯罪的话 如果能够留在青少年法庭的话 满了25岁的话 他就可以出来了 是的 您假如如果被判刑以后 这些记录会不会跟成人一样 都跟自己一辈子 甚至于有一些青少年 是移民过来的 会不会对他们的移民身份 造成影响 对 很多时候青少年里面的话 他们的犯罪记录 满了18岁以后的话 他都是封起来的 有的时候案子一结束 法官自动将案子封起来 或者是年满18岁以后的话 这个记录里面都封起来的 甚至的话destroy掉 就是溃灭掉的 所以很多外人都不知道 这个你有个小孩子的时候 做小孩子的时候 有个犯罪记录 当然的话 因为他这个犯罪记录的话 是外人查不到的 移民局也查不到 所以在移民法里面也规定的话 如果是在青少年法庭所判下来的犯罪记录的话 他不算 在移民法里面不算犯罪记录 所以不会影响到移民 是 谢谢邓律师 那邓律师也给大家一些金玉良言 事实上在美国 不管是跟小孩子的相处 甚至和一般的相处 其实最重要的就在沟通 communication这个字上面 如果可以跟自己的家人和小朋友 做了良好的沟通 当然不管小孩子的未来 跟自己的家庭 也会比较的幸福美满 那当然邓律师也开放了 在他的传真专信 就是626-280-3333 626-280-3333 欢迎大家 观众朋友们有问题的话 可以传真过去给邓律师 当然那个上面要注明是邓宏说法时间 邓律师会在以后的节目中 把大家的case拿出来 然后跟大家做一个讨论 以上是今天的邓宏说法 祝大家价钱愉快